中文字幕志愿者 1965年元旦 人民日报发表新年献词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章 几天后 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 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 而且需要有更多的崇拜 自三年前开始 中共内部对大跃进的认识 有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毛泽东不得不依靠个人权威 维护自己的意志 但他并不直接打击政治对手 而是拿北京市副市长吴涵开刀 吴涵先生首先是大历史学家 其次是大文学家 再其次才是北京市副市长 1931年 吴涵是以语文和英语双满分的成绩 考入清华园 40年他出任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教授 而建国之后 他从清华历史系的主任 升任了文学院的院长 其实吴涵是在校友胡乔木和京剧大师马连良 再三的请求之下 才勉强去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的 没想到给朋友帮忙 碍于面子写出的作品 给他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1965年冬天 姚文元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文章 经毛泽东三遍审阅定夺 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 文章以捕风捉影的方式 说这出戏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反应 是一株毒草 1966年初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发展成史学界 文艺界 哲学界的全面揭盖子 众多文艺作品被指控为毒草 吴涵和一大批学术名流 也遭到空前的批判 为了遏止学术批判中 恶性膨胀的左倾倾向 北京市市长彭真 起草通过了二月提纲 旨在恢复和发展正常的学术讨论 但毛泽东与康生和江青三次谈话 严厉指责彭真混淆阶级界限 不分是非 他强调说 如果中央做坏事 就号召地方造反 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那段时间 清华园理所当然的失去了网人的宁静 他依然递出远郊 但却人心浮动 为了遏制动乱 刘少奇派去工作组 却被清华学生领袖 海大富造了汗 刘少奇夫妇完全没有意识到 向清华派驻工作组竟是受人以禀 招致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 1966年5月16号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和各省各市各自治区 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 这些人有些被识破 有些没有被识破 他们像赫鲁晓夫一样 睡在我们旁边 被培养成接班人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会夺取政权 而学术界 教育界 新闻界 文艺界 出版界的领导权 不在无产阶级手中 共产党正面临着异常的危险 大家要高举文化大革命的旗帜 彻底揭露反动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 面对事实上已经瘫痪的局面 高教部宣布停止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的招收工作 既然是炮打权威 高教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应该首当其中 此时 一直对蒋南翔抱有成见的刘少奇本人 也以大祸临头 被拐大覆灭称为蒋老头的蒋南翔 也厄运难逃 于是 清华红卫兵拉倒二校门 并在二校门被摧毁的地方 建起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 林彪有名的四个伟大题词 正是为当时树立在此的那座塑像所提 在丧失礼智的岁月里 吴晗被迫跪在庭院当中 让炙热的阳光考舍 年轻人把晒得滚烫的沙子倒进他的领口 有一次就看他回来就看他滴着血从裤头里滴血滴滴滴说这裤子都湿透了都是血迹斑斑 完了他说你爱打了 我打得很重 摇摇头 这样没几天 这就死了 后来廖摩沙跟我说的这次打得很重 估计是内伤 就他不交代 后来我又 我现在又搞不清谁告我的 说四个棒小伙子站着四个脚 你要不交代就那么推来散去 他一个老头 你想 筋骨再好也受不起这种拳打脚踢 后来是我妈告我的 因为我妈咬不下这口气 反正也是别人告他 别人告他 说他连吐血带流血 出了1000cc 你好人才有多少血啊 连流带吐 就等于血喷了 武汉才华横溢远近狭耳 以演讲时旗帜鲜明和言辞激烈而著称 听众不仅会挤满会场 而且连窗口和窗外竖叉上都坐满了人 1942年 孔强西用飞机从香港运回几只狗 而许多文化名流却因为上不了飞机而陷落港岛 武汉义愤填膺说 南宋灭亡前有个蟋蟀宰相 今天有个飞狗院长 那时文一多教授的外号是狮子 武汉教授的外号是老虎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怎么可能下去那样的毒手 文革中 武汉全家人先后惨死 无一幸免 1984年 一切风平浪静 人们在清华公字厅和西校门之间的近春园遗址建起这座寒亭 从寒平望去可见朱自清教授的河塘月色亭 每逢月上东山 清华人可以在这里听树上的缠声与水里的蛙声 受用着无边的河湘月色 在淡淡的清风中可以望着那段疯狂的岁月 1967年初 凯大夫率领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 至秦王光美 当时曾经轰动全国 他们诈称刘平平因为被车压断了腿 需要截肢 把刘少奇夫妇骗到医院 然后再把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去批斗 当时凯大夫曾经非常得意的说 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 也正是从那时起 凯大夫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全国 1967年4月10号 仿佛是红卫兵的节日 那天在凯大夫的主持下 清华造反派召开30万人大会 批斗王光美 他们强迫王光美穿上资产阶级的旗袍和高跟鞋 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极尽羞辱之能事 除了王光美 他们还把彭真 朵一波 布定一 蒋南翔等300多人压来陪斗 创造了文革批斗会的规模第一 8月5号再行批斗 康生太太曹义鸥担当指挥 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 一只鞋被踩掉 双臂被反扭着 将巨幅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请罪 铭记那段苦涩的冤屈 是为了不要让历史在未来重演 老革命如此 读书人更难 清华早期毕业生吴文藻是大社会学家 文革中 吴文藻和太太冰心同样受到人格侮辱 红卫兵命令吴文藻脱下皮鞋 用鞋带挂在脖子上去打扫厕所 他们要吴先生交代 早年他在驻日代表团政治组干过什么勾当 年轻人不曾知道 那时候大家研讨毛泽东著作 全部是在东京吴文藻家进行 吴文藻为此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不过吴文藻和冰心是那种坚信邪恶势力绝对尝不了的人 因此他们从未想到过自杀 终于互为互眠 度过了那个残暴而荒唐的年代 文革中想得最开的要算是钱忠书和杨将夫妇 钱忠书曾担任毛泽东选籍英译委员会主任 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 杨将那时在清华外文系教书 但文化大革命中 这对清华老学人同样在劫难逃 在揪斗中 钱忠书的头发被剔出纵横两道 成了十字怪兽 杨将看了好笑 立即给丈夫抹掉十字 剔成和尚头 两人捅捅哈哈大笑 那时候 钱忠书在科学院文学所 杨将在外文所 两人各自精心制作一块牌子 用毛笔工整的写账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每天上班 他们就穿上绳子 各自挂在胸前互相欣赏 在这对真正的才子家人看来 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场闹剧 根本不值得认真 这是原清华理学院院长叶启孙留下的一张旧照片 他心系抗战 率众慰问 叶教授身边的这位学生叫熊大枕 是第一个生产出红外线敏感粗质胶卷的中国人 这位学生爱国心切 给八路军带去一批干电池和电阻电容 却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 用乱石砸死 文革中造反派旧式重提 说叶启孙是幕后特务 叶教授遭受到逮捕 用他写物理论文的手 整天写着这些交代材料 监狱生活使这位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宗师染上重病 当他再也承受不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而去世时 他的冤案仍未平凡 1972年冬天 清华数学系创始人杨武之已是弥留至极 他记不清家住在何处 一想事便是西南连大 一地演就是清华西院 将其曾在那里搭建梁鹏 然而杨武之哪里知道 文革中的清华园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 优雅的二校门不见了 就连1929年国学院师生为纪念王国维而树立的纪念碑也被红卫兵砸掉 现在银瓶上的这块墓碑是八十年代重塑的 而大师之墓原在清华 1960年清华扩建 王国维二子王高明迁葬 王高明在文革中死去 从此再没有人知道墓在何方 1967年 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分裂 分化出来的那一派叫414井冈山兵团 1968年 凯大富率领他的井冈山兵团掀起百日大武斗 他们把414井冈山兵团分割围困在清华的各个建筑当中 这也使得武斗剧烈的升级 凯大富可能没有想到 此时他作茧自负 很快滑向毁灭的边缘 1968年夏天 毛泽东不再旁观 他从北京各大工厂选派三万工人组成工宣队 让他们手拿红宝书 徒手进入清华 立即结束武斗 工人们拆除校内据典 把围困了一百多天的清华414井冈山兵团送达安全地带 但凯大富拒绝放下武器 相反还向工人投掷石块 用大刀和长矛砍砍杀 从楼上扔下自制的手榴弹 他们竟当场打死五名工宣队员 打伤七百多名 随后 凯大富开车向昌平逃去 听到消息 毛泽东勃然大怒 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见造反派领袖 这一次 他再没有把凯大富当作英雄欢迎 而是对他胡乱施暴表示气愤和失望 他警告说 如果有谁继续反对解放军 跟解放军打仗 那便是犯罪 要坚决消灭之 会见从夜晚延续到清晨 接着又推迟到上午 凯大富终于表示 执行毛主席指示 无条件投降 回顾文革往事 杨将写下干孝六计 钱中书在为太太做序的时候 他说文革应该有三种羞耻 一种是受迫害者所感到的羞耻 一种是文革打手 所应该感到的羞耻 还有一种 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应该感到的羞耻 而今天我们所感到的大多 只是第一种羞耻 打手和旁观者的羞耻感 其实并不多见 尽管也许这是我们民族的缺陷 但是那段历史毕竟已经过去